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46集 有投资朋友问我 南非币要买哪一支比较好 南非币要买哪一支 这没有标准答案 主要是看大家的需求 会选择买南非币的人 通常都是要享受他的高配息 所以很自然的 就会去买南非币计价的债券基金 因为南非币计价的债券基金 配息率最高 现在都有20几% 将近30% 但是高配息他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净值会一直往下跌 如果再加上南非币贬值 那你买的债券基金 他的总报酬率到底有没有赚 那如果来买平衡型的南非币配息基金 会不会比较好 平衡型基金跟债券基金比起来 他的配息会少掉一半 他的净值也是在往下跌 很难维持正报酬 那有没有哪一支南非币基金 能让你稳定配息 净值又不会跌的 我个人的投资经验 是这支联博美国成长 AD南非币 他的净值比较不会跌下来 而且也比较有机会往上走 不过他目前的配息率只有6.98 你投资南非币是要高配息 还是想要本金不要被吃掉 就看自己的选择了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